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藏世界品 藏海安部庄严 看这一段长寒文 清梁大师跟我们说 这一段文封为六段 第一段是四周轮山 第二段是宝地 第三段是湘海 第四段是湘河 第五段是树林 第六段是总街 这个六段过有长行济松 那么现在讲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四周的轮山 大四舍清尽皆得 内事外访之所尘严 这是标法 请看经文 二世普贤菩萨 佛高大众也 祝佛子 此华藏庄严世界海 大冷为山 祝热诸王 莲花之上 在这一会 普贤菩萨是会主 这个会主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大会主席 他代表皮努扎那夫 来说话 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宇宙 就是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海 这个四世界海 四周呢 有 大山 我们讲的 屏障 在我们地球上 你看许许多多国家的界限 多半 都是用山 作为界限 或者用河流 就这个地理的环境 这个就是表伐的意趣 我们必须要能体会 那些外方 对内 对内 是 摄受 一切众生 对外呢 是防止 他国的 他国的侵犯 所以用这些屏障 来做 解析 其实 这个大世界里头 哪有这些事情 重要的 还不是讲的 表伐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成就 你要懂的 这个道理 对内 你要懂得 摄心 对外 你要懂得 防止 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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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就是 屏障的意思 这就叫 大能为善 猪 热猪王 莲花之上 这个热猪王 这很明显的 说明啊 这是一个 放光的星球 热猪王是个 放光的星球啊 莲花之上 这个莲花 清亮啊 热猪王 莲花 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呢 这就是地球啊 这个说法 我们很容易懂 在这个之上 这慢慢把这个范围缩小 从这个大的星系 那么缩小范围 到银河系 银河系 再缩小到太阳系 太阳系慢慢 讲到我们自己居住的 这个星球 我们如何来学习 啊 如何来 齐如 把我们的身心 跟这个大的世界 融成一体 这个重要啊 啊 这就入华言境界了 那么这种事情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跟周一讲 这里头没有真也没有假 为什么 真假是二法了 相对的 相对的 立刻 一起相对 你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我们今天 见不到宇宙真相 真正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能力 把相对的突破 这些西方 大跟小相对 大跟小相对 长跟短相对 真跟旺相对 是跟非相对 善跟卧相对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出力相对 我们在谈经里面 看到印宗法师 向六族请教 六族 印宗法师问 黄美 五族 忍和上 平常对大家 开示 禅定 泄土 他老人家是 怎么讲法的 六族回答 也没有说 忍和上 怎么样 解释禅定 怎么样解释 泄土 他没有这个答复 他的答复很简单 禅定 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会能这一说呢 把这个印宗 立刻 立刻就觉悟 那一悟 超越了 相对了 学佛的人呢 总是出不了 这个范围 出不了这个圈子 他没有办法 开悟 那么六族 这个答复 那个名相 怎么解释 不要紧呢 重要的是要悟 哇 印宗的境界 是在 家物 未物的 边缘 就是没法的突破 经过他那么一点 一下就觉悟了 所以 佛在 大臣经里面 跟我们讲啊 佛 无有定法 可说 更深一层说呢 佛 无有法 可说 几个人 能记住 佛这个话呢 那么佛法 能不能去批评他呢 你要是批评他了 你已经住了下了 为什么 什么呢 佛无有法可说 佛无法可说 你从哪里去批评 所以 唯有 祝佛如来 法身菩萨了 没有把柄在人手上 你有 有就有把柄 我 摄迦牧尼佛自己讲啊 他说法四十九年 没说过一句话 谁要是说 佛说法了 要帮佛 你们想想 他这是什么意思 在想着话 什么意思 下面 这个长汉文 有设计剧 这个剧不长 请看经文 都是讲这个大轮尾山 这个 华藏世界四周的冷山 瞻探摩摩尼 以为其身 这个是第一句 这个是一样的 总的形状 清亮大师 在这个柱子里头 说得很清楚 出是总局 所以 山所以处 就是地面 地面的四周 日诸王者 所以处地 古旧经元 这个旧经是六十话言 静一点 以莲花日 宝王地住 这山在哪里 山安住在地面上 所以 所以地收 此名者 千花了 民 种种 光明锐 既中又讲 光焰 沉沦 又云 一切 宝中 放进光 这个猪王莲花 这个猪王莲花了 解释 为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地球 在太空当中 这宝珠 佛经里面讲的 我们要懂得 佛所说的意思 那么在空中 这一个星系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星球 这个星球 绝大部分 形状都是圆的 圆形的 头圆形的 这是他在空中 运行 或者我们讲 他的活动 自自然然形成的 那么讲 种种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后面 我们会读到 那是讲星系 星系是由 许许多多星球 组成的 确确实实 我们今天 天文学家 也证实了 组成的形状 那个就不是一种 真的是 许许多多的形状 在这个太空当中 赞叹摩尼 以为其身 从这句意下 别行体相 前面 将建立 金刚 佛在前面 有这些形容 趁 金利 金刚 都是从 法性上说的 注意要晓得 这个星球 星系 都说一发像 发像 像上讲呢 是幻象 不是真的 性是真的 就是说 能性 能变的 性实 是真的 那是永远不坏的 那是永远不坏的 所现的这个现象呢 发像呢 是幻化的 刹那是灭的 但是 你要仔细去观察 能性 能变的 是不灭的 俗性 俗变的 当然 也是不灭的 这个乍听起来 很难懂 一会又讲 生灭 一会又讲 不灭 是什么意思 生灭 跟不生灭 是一不二 不生灭 是从性上讲的 生灭 是从相上讲的 而从就是相来说 相 它是相续的 从相续上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 看出 它是什么 前念灭了 后念接着 就是什么 这个当中 一丝毫的空隙 都没有 速度有多快 就以最普通 人亡经上 所讲 我们过去 读过人亡经 讲过人亡经 人亡 护国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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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经上讲 一坛值 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 有九百神秘 你们想想看 一坛值的时间 那我们谈得很快 一秒钟 可以谈四次 四乘六十 再乘九百 一秒钟 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 神秘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 我常常讲 你看电影 电影那个画面 一秒钟 二十四次 神秘 那个镜头开关了 开始生的 关是灭 那个画面 我们都以为 它是真的 已经 欺骗了 我们这个眼睛了 一秒钟 二十四次 如果一秒钟 你想想看 二十一万六千次 你怎么知道 它里头有生命 我们生活 在这个空间里头 自己身体 是如此 跟你说实话了 一秒钟当中 已经产生变化了 多少个变化呢 二十一万六千次的变化 所以 金刚经常讲 如露 也如电 这个电闪电 闪电是比喻快速 你以为这身相是真的 那我们看错 看相续相 刹那生命 刹那的相续 我们能在相续相里面 看到了什么呢 看出它的 转变 循环 因果的循环 因果的转变 因果的相续 从相续里头看到 转变 循环 否则的话 一点都看不出来 哪里能体会的 这种威胁的境界 这是四十真相 极其威胁 否则经上讲 八地菩萨 见到 那是多么深的定宫 在这样深的定宫里面 才看出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我在这个经 前面 说这一段 四项的时候 我讲得很详细 我记得讲了 好像是六个小时 我说明 佛讲的 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三米 这是世证的方便数 那个四十真相 不止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想象不到 能体会得到 所以 佛在经常跟我们说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这句话意思 深广 也是没有边际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所以 佛教我们对这个相 不要止住 不要分别 凡夫 为什么变成凡夫 堕落在六道里头 深深事事 都出不了 就是把这些现象 就是幻想 以为是真的 在这个里面呢 深其了 妄想分别之处 错了 这叫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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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悟的人 在这个现象里头 绝对不起妄想 分别之处 那就是咒佛如来 就是发生菩萨 决定不起妄想 分别之处 不起妄想 看破 不起分别之处 放下了 我们看破 放下 要到这个等级 问题就解决了 超越是法界了 这个时候 入一阵法界 入华阴境界 所以这一句 在此地 说明 他本来居足的 特项 这个特项 略局是种 这是第一种 第一句到第四句 都是将字体悦满 十句可以分两端 第五句到第十句 是将外相状严 我们念的是第一句 这个第一句 身 身不是将身体 就是这个能为身的 全体 我们称之为身 身都是意思 就是全体 不是讲部分 头是身体部分 手足是身体部分 单单讲这个身 就是全体 所以在此地 这个身 是全体的意思 赞叹摩尼 以为其身 这叫安部 状严 第二句 为得保亡 以为其风 这山最高的地方 山风 这个山之体 是保 是保 摩尼 摩尼 是如意 保 清亮讲 摩尼 越名 赞叹是相 世界最好的相 这个相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呢 众生没有福了 历史上记载 好像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印度 有一位法斯 代料 有几碗 那么说是 赞叹相 分量很少 只有四两 带到中国来呢 把这个箱 送给皇帝 做礼物 那朝廷里头 也有规矩 像送这些东西的话 至少啊 不能少过一斤 这个礼物 才能送给皇帝 但是他只有四两 不够一斤 所以 这个收礼的人 拒收 不肯收他的 那么他就把这个箱啊 燃一碗 燃一点点 他经常跟我们讲 这个箱的时候 燃一碗 周边四十里 都能够闻到这个箱 而且闻到这个箱 这个箱能治病 能治瘟疫 这箱要燃之后啊 整过长安城 那时候首都在长安嘛 就现在的西岸啊 四十里都能闻到 才知道这是宝啊 不够一斤啊 也收了 那么从此之后呢 就没有再听说过 有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是怎么出现的 佛在这个经上 讲得好 不你 灿它们 戒 戒之的 都是 持戒之的了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人人都吃尽 这个地区就会出现 赞叹树 我们再细细想想 佛常常在经上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山火大地 草木丛林啊 这个森林啊 都是随着人心转啊 人心善 种种珍宝都出现了 人心要是窝 不善了 这一些珍宝啊 都没有了 战坛就变成普通的树了 珍宝变成山上的石头 石头 泥沙了 我们读 我们读 《净土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甚至于《谜土经》 将西方极乐世界 中宝宝宝 中宝所臣啊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为什么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居宝宝宝宝宝宝宝》 《万能寿经》 《万能寿经》 纯净纯善 不是要他 没有念头 没有去想 要他要这些珍宝 没有啊 自自然然现现 经上讲 发而如实啊 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净土 净论 他说 佛家修行都是修苦人啊 哪有这样的想 这个受用啊 一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他怀疑了 怀疑什么呢 佛菩萨贪图享受了 这哪里是修行人呢 他不知道 这个境界是自自然然现成的 现前的 西方极乐人 极乐世界 有没有贪心 没有啊 有没有成会心 没有啊 尽死烦恼 断尽 尘杀无名 都破了 圣人 不是凡夫啊 我们是不懂这些道理 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 拿我们凡夫的致敬 来测度 佛菩萨的经济 全都错了 如果我们这些人 见思烦恼没断 是非人为一大堆 到了极乐世界 看到极乐世界什么样子 跟我们这个地球差不多 没两样 这就是 今随心传 那么你就想到 西方极乐世界 那些佛菩萨 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他真正的受用 我们这个世界 是什么世界 也是重宝庄严呢 心不一样啊 辩地境界不一样啊 过人是过人的境界啊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山河大地是这个样子 你也看到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原因呢 我们两个人的心差不多 啊 染污的程度啊 不相上下 所以看变成外面境界相同 而实际上呢 个人是个人境界 楞严经上讲的 同分健忘 别业健忘 别业说个人 同分顺 我们大家见得差不多 只能说差不多 会不会完全相同呢 不会 完全相同 只有一个人 称佛 佛佛道通 等就菩萨 还有 小小的差异 这两个人 都是等就菩萨 都是有一瓶 身相无名媒婆 那身相无名里头 有差别 所以境界相 还不是完全相同 菩萨 如是 侯宽 我们凡复 凡复是 两个人境界 完全相同的 没这回事情 这个是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 山峰 这是山最高的部分 清梁大师在此地 给我们说 他表发的意趣 为福主 他在最高 他这个威德了 能够把一切窝 扶住了 相扶住了 得高 我们修行 修法了 看到大山 就要想到 界德说成 你看雄伟的 巍巍的大山 就像一个伟大的人物一样 界德成就 我们要想到持戒 戒是菩提的根本 这个经上讲的 戒是无上菩提本 掌养一切 住善根 我们疏忽了 不愿意持戒 你怎么能成就 念佛 不能往生 哪些人 念佛 往生的呢 持戒 念佛的人 往生 如果说不持戒 你佛念得再好 你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你心是散乱的 你心里头 还有一些 悟念 念佛心里头 夹杂着悟念 怎么能成就 持戒 念佛 重要啊 佛在灭度之前 教导 学生 佛不在世了 大家没依靠了 没老师了 佛将 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这是佛最后的 教解 我们不怕吃苦 我们延迟戒律 就等于释迦牟尼佛在世 没有两样 又何宽 大臣教里都常说 戒是佛身 禅是佛心 教是佛爷 我们这讲圣口义吗 戒是佛的身 教是佛的语 禅是佛的心 禅是佛的归宿 不吃戒 那怎么叫学佛的 那么佛所讲的界 地球 跟我们的烦恼习气 完全相反 我们烦恼习气 随身惯了 现在要叫 放弃烦恼习气 随身 佛陀的教诲 好像很不习惯 感觉到非常困难 但是你要想的 佛所讲的 界定会 是我们自信 本局的心得 换一句话 佛所实现的 我们的本来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中文里面常讲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要知道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我们人人是佛 我们的身口意义 跟佛一样 现在是 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随身烦恼 随身烦恼是 迷失本心 我们现在学佛 学佛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 恢复本性而已啊 不再迷失了啊 我们想不想恢复 想恢复 你的依教风险 想恢复又不能依教风险 你这一生呢 肯定空过 但是我们晓得 依教风险是真的 确确实实 不是一桩容易 容易事情 要怎样 才能够见到 依教风险的效果 这是个人更新 不相同 我自己的经验 提供诸位做参考 我是从 读诵 讲经上 获得的 读诵讲经 就是天天受 佛的 读读啊 每一部经文 每一个新闻 自自然 都居足 皆定会 三学 佛家常讲啊 定 功皆 道功皆 你要得定了 这个定里面 戒定会 三学 居足 你要 齐如 敬天 那是道啊 戒定会 戒定会 三学 也都 居足了 我在讲习里面 向诸位 报告过 读读 读经 戒定会 三学 居足啊 我们展开 经 公公 精进的读诵 放下一切 妄想 分别之处 放下万元 一心 来念福 来这个读经 这个里头 就有戒 一心读 不夹杂 妄想 分别 这个定居足 经文 念得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从如是我闻到信受风行 没有念错 没有念颠倒 会呀 会读经的人 读经是戒定会 三学 一次完成 讲经 天经 又何尝不识呢 讲经 依照讲经的规矩 讲 那个规矩是戒 学 学讲经的同学 要懂得 真正 真正发心 真正发心讲经 要清静 善知识 要学 你要不是 你要不是认真 认真去学 你的讲经不如法了 换一句话 换一句话说 不和规矩 不和规矩 这里头没有戒 没有戒 哪来的地 那么你所讲的经 就跟世间一般人呢 讲书 差不多 我们一般人讲 说书啊 讲故事啊 可以拨得大众一笑 得不得力 在家居士讲经 一定要受菩萨戒 不受菩萨戒 你是卑依 卑依 福不允许 代福说法 讲经是代表福 说法 这个不需考虑 为什么呢 如果佛没有这个限制 这个经就很多人乱讲了 完全没有规矩了 所以真正发心讲经 要去受这个训练 一定要以规矩 这个规矩 祖师代代相传下来的 早年 我在台中 跟黎宾南老居士学习 那个时候 我也是在家居士 没出家 参加 他的内典 学习班 这个班 就是培养 讲经红法的人才 通通是在家居士 他老人家 是在家身份 给我们编定的教材 这个教材是规矩 老师常常讲的 科班出身 会听的人一听就晓得 你是不是受过这个训练 我们中国人讲 四成 你有没有四成 一听就晓得了 连上台下台这些规矩 一看就懂得了 你有没有学过 你没学过 你不懂啊 在台湾 早年我初学的时候 老法师们讲经啊 也常常有 他们虽然不是天天讲 一年会讲个一两次 时间短的一个星期 时间长的 半个月 一个月 我们也常常去听啊 李老师那个时候 只赞叹一个人 道远老和尚 他常常给我们讲 你们留意 道远老和尚讲经 懂得规矩 受过去念 科班出身 其他人讲经 虽然讲得很好 不合规矩 如果我们拿到这个 内典讲座 这个小册子 做标准 他哪些地方不合 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一步经啊 讲完 你就看看他有多少毛病 从前 我们对老师的 我们对老师的话 服了 所谓是 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无论是在家出家 发心讲经 一定要学 不学不能成就啊 不学你讲经 外行的人听不出来 内行人一天毛病败出 讲远法 内典讲座之研究 必须什么都重要 好 现在时间到了 看完了 儿子 毕様 与ortune 是